可是如果你要改個底色 其實這個都可以很直覺的 Back color Back color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喜歡的顏色 不見得一定是綠色 你可以點擊它 這邊有個Back color 然後它預設系統 你可以調色盤 還有這些顏色 你可以選一個 好 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再到這邊 用Label 拖拉一個 然後設定什麼 我印象中好像是改個底色 改個Caption 然後改個字的大小 然後這樣部分就完成 做一個之後的話 再拖拉 按Ctrl鍵 再把它對齊一下 再來就是利用那個 小A小B 做那個Text Box 總共有四個 最後做完之後 這邊分別 改一個名稱 我這邊是改一個 TXT01 這個是T 記得Name的部分 一定要改 因為我將來程式 需要抓裡面的資料 所以這邊是01 這邊是2 3 4 OK 這樣子 再加一個Button 這個就是按鈕 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我只需要在這個按鈕上面 設計出我要的程式 那這個表單 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之前等於是有點複習 上個禮拜的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表單的設計 其實基本上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是整體上它的效益 我覺得還蠻高 基本上可以避免掉 使用者輸入的時候 任意的輸入而造成這樣的錯誤 因為你輸入錯誤之後你要花更多時間去校對 反而更浪費時間 所以 應該比較好的策略是 如果你要讓其他使用者或者你自己輸入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依循的規則 規範 然後盡量可以在這個規範裡面做事情的話 將來呢你在處理資料上面 會正確性 當然就會 比較可以確保你的那個資料的正確 那將來的話呢你在做其他的動作就比較不用花太多時間 再去檢查資料是不是有輸入錯誤的這個問題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單位的話 再講一下 因為我們可能這個部分我就不 很細部的講 會把 上個禮拜講過的 我就不 不重複講 我會把上個禮拜講的重點把它拿出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按一下這個新增按鈕之後 要怎麼樣可以把上面四個資料 可以填到我們的 儲存格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並且把 平均成績算出來 大概是這個 然後呢可能會有兩個 就是如果 沒有輸入的話 怎麼防止使用者沒有輸入 第二個是 他輸入的成績如果不是在 零到 一百分之間的話 我們怎麼利用那個 衣服的邏輯判斷 幫我們把那個 錯誤給篩選出來 並且 跳出 那個 警告 並且不要讓他往下 不然他輸入錯誤 資料進去了 那就麻煩了 所以怎麼樣把 不應該輸入的 資料 可以把它擋下 那這樣我覺得 那這樣我覺得 將來如果說你做了這些事情的話 你的 比如說你給 他給你的資料 我想應該也是會比較是正確的 如果你的這個 就是 想到 顧慮的 越前 越全面的話 相對的以後你要花 當然相對的你那個 花的 檢查的時間 當然也會更少 你就幾乎不用檢查資料了 其實我後來發現 這一點真的 你就是規則對的之後 後面的 整個系統的 穩定性就非常高了 你幾乎不用去管說資料到底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非常 而且一個系統 用個幾年 幾年下來之後 都是很穩定的 因為 寫了系統 發現 用的方法對了之後 後面 也整個其實也不會找你麻煩 OK 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你可以參考 就是在雲端上面的畫面 在雲端上面那邊 重複製